林董事長,今天的張理事長,還有各位在做貴賓 徐選壽創辦這個會 一直到現在前任的幾次的理事長,包括張文章,還有張永漢 這個會就都從剛才林董事長所講 因為這個兩岸的交流會,尤其中華海峽兩岸新聞事業交流會 現在要登記用中華或中國都不是那麼容易 況且這個會的成立到現在,這麼多年從事兩岸工作 可以講相當的有成就 另外一點,我要跟大家做一個很慎重的活的見證 大陸現在的經濟起飛,可以講台商是幫得很大的忙 我們不是自己往裡面進去 沒有台商,沒有今天的中國大陸的經濟 我們做新聞交流的工作的主席 尤其我在大陸遊走兩岸,已經25年 我們林理事長可以講,從吳丁毅市長一直到 從最早的蘇南城市長到吳丁毅市長 一直輔助了很大的工作 尤其現在受到國家的重視負責兩岸的交流工作 是我們的革命感情的一個老黨官 那我為什麼要講很慎重的說明 就是說,在我們看到國際的趨勢 現在這個時刻,是新聞領政 因為台灣會有今天的這個亂象的情況 新聞就要負很大的責任 新聞就要負很大很大的責任 美國二十多年前,它是美國民主比較先進 他們人民的這種接受度,還有叛逼性比較強,比較完整 那就是在二十多年前的美國一樣的情況 是新聞主導政治 因此,我們今天不管哪個黨 尤其現在是王先生這名臉在,簡直會是這 民進黨也好,國民黨也好 今天只要是對中華民國台灣的地方的老百姓有幫助 我們就認為是好黨 對兩岸的工作沒有幫忙的就是個壞黨 這個話我能夠以我現在的年齡可以講 是斬地截鐵可以這樣講 所以新聞領政的情況下 對國家的動向跟政治的導向是非常重要的 剛剛林董事長也特別說明 期盼這兩岸,海峽兩岸新聞交流事業交流學會 能夠在這一個混亂的局勢當中 能夠多做一點對兩岸工作上面有所幫助的事 我今天剛從上來趕回來 因為永漢理事長負責這一個會 他特別有勤儉之外 有來給我,也有電話給我 也特別的說一定要能夠趕回來參加 我對他的承諾 就像我們做事業 進行為事業的人一樣 追求真理,追求事實,追求自己的承諾 所以這樣的一個 中華海峽兩岸新聞交流事業協會 可以講未來 尤其我們不管未來的動向或導向 或者是現在的總統的選舉等等都不管 但是我們還是要生存在這一塊的土地上 還是要跟中共有所兩岸的交流 因此這個協會未來的 會受到兩岸的氣動是不用再多說明的 是非常非常慎重的一個會 所以李理事長能夠親自到這邊來 給大家打氣加油 可以講對我們做從事兩岸新聞工作的同仁們 是一種很大的搶心針 我們不能讓他失望 我們更要發揚這種長期間 對兩岸工作新聞的付出跟努力 記住每一位在座的身體都健康 心情愉快,家庭很美滿 兩岸的工作上面 我們必無旁貸 勇往之前 但是要講求真理事實跟新聞的真實性 謝謝